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六折团化的折纸方法 首先准备正方性纸张 将纸张对角折 再对折一次 注意 对折的时候我们只要将下方压出痕迹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 这个压出的折痕位置特别重要 等一会儿我们要折的时候都要通过这个点来进行折 现在18支张纸进行了对折 下面是180度 那么六折呢 其实就是要将整张纸平均分成六份 并不是说对折六次 那怎样将纸平均分成六份呢 那现在纸是两层 我们要把这个180度分成三份就可以了 首先将纸向左折 对 平均分成三份 那么每份大概是60度 这时候先不要把边缘压实 将多余的这一块呢向后折 折好了之后你要比对一下 看看大小是否是一样的 如果是不一样 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调整 前后这个地方差不多大小是一致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纸压实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将一张纸平均分成了六份 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不是